桃園軌道院景館就坐落在桃園火車站旁邊 過去是廢棄的倉庫 經過市府活化後成為軌道院景館 裡頭藏著桃園過去的軌道歷史以及現在的捷運建設 提供大小廠的親子活動也組繭成為桃園旅遊的新地標 總統蔡英文也親自到場參觀這座象徵桃園軌道建設歷史的建物 在市長曾文燦的陪同之下 總統蔡英文來到位於桃園區的軌道院景館 聽完導覽後了解到院景館的成立目標以及未來捷運工程的進度 對於桃園的起飛也非常的有自信 也會協助配合地方上的建設推動 今天所在的桃園火車站一帶 未來將是成為鐵路和兩條捷運的交會 是一個三線公購的大型的車站 那這個六條軌道將會連結我們桃園中立航工程三個都心 提供市民朋友更方便的運輸服務 這就是我剛才講的文燦市長 為桃園市的轉型 所破壞出來的三星六線的計劃 這也是30多年來桃園規模最大的建設 談到串聯未來市長志文燦也提到了捷運綠線工程已經全速動工 在其他捷運的規劃也持續有進展 也相信北北桃一個小時的生活圈不再是夢想 會再持續的推動讓捷運提早完工同車 那因為有著鐵路地下化 跟著捷運共購 我們桃園跟隔壁的鳳鳴 一共多5個車站 所以我們桃園剛好 總共10個車站 台鐵捷運化以後 桃園有10個車站 十全十美 所以這兩個大計劃 鐵路跟捷運 這是看得到的未來 這絕對是可以在我們一步一步 努力之下實現 所以今天願景館雖然很有趣 背後也是希望讓市民 跟我們的孩子 支持軌道建設 那也讓我們未來台灣 打造成為一個 人本交通 綠色交通的城市 願景館過去是被寄的倉庫 在經過市府的活化後 革命成為軌道願景館 裡頭藏著桃園的過去軌道歷史 以及現在的捷運建設 不光只是收藏 還會舉辦各種親子活動 逐漸成為桃園全新地標 桃園有消息 我喜歡李俊鋒投願神輔導 谢谢观看